轻轻一按自来水就哗啦哗啦的冲走烦恼 这样按一下大者冲走了6公升 小者冲走3公升实在叫人心疼 大概用水上最大大概前三名就是 马桶用水然后洗衣服的用水跟洗澡的用水 所以在马桶用水上面大概占了25% 那其他两个大概分别占23% 22% 其实这加钱就已经占了我们所有用水的三分之二 有鉴于马桶耗水量大 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有免费道府侦测漏水的服务 家里水费异常的增加都可以申请 像这样指针不停的转动表示珍贵的自来水正在流出 但整个家里的水龙头不是都关起来了吗 这个马桶大概10个里面有一个就会漏水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北水处的调查显示 许多家庭的马桶都会漏水 但是无声无色很难被察觉 其实只要拿一点酱油或一杯茶 倒进水箱里加点颜色就很容易辨识 如果马桶像这样泛起了小小的涟漪 那就是漏水啦 水资源的开源节流 开源不容易水库霸指难寻 所以节流省水就是个大事情 其实日常节水也不会太辛苦 像水龙头装设这样一个小小的止水器 就能够减缓水流的速度 减少出水量就能省水